靖雅宇 洛琪 洛琪寅 洛琪 洛琪寅 洛琪 洛琪寅 洛琪寅 洛琪 洛琪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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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個平成立 有哪些地方啊 是 這個不和平成立 有沒有補救 或者他这个什么呢 平整体里边用声调律 可能用得很好的 这是一首形式上是什么样的书啊 是五律还是七律还是七律 是平齐的还是这几的 平齐的 手计押运不押运啊 是手计押运 B计押运 B计也可以不押运 但是七炎律师大部分都押运 因为七炎 平这用横档的 这用竖的 注意里边有哪几个字 是入生 入生对各位来说是怎么样 比较生 第一句里边有没有入生字啊 那个折 三回水折的折 一片乘乎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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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像 这个叫手连 开头两句叫手连 第二个叫喊连 第三叫 景连 这个叫做什么呢 尾连 或者莫连 单数句叫做什么呀 叫初句 对句 因为它是 一个印常是两句 对不对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是 单数句 普通叫初句 对句 清风送走啊 周遭露 露是入生 自由行与雅信场 哪一个人 是 是入生 是入生 今朝共座 五连行 哪一个行 做 好 这些都告诉你们啊 应该 不会做啦 第一句 你要说出 这个句子 有没有哪一个字 回反评这里 好 要说 没有 有 有的话哪一个字 没有的话 就是 标准情绪 这样说 好不好 旧子怎么样 就是 该评 用这 该评 用这 可是这个是 手机押韵的 手机押韵的话 它这里要平生 如果不押韵它是 平 这个什么呢 是平 这 这 可是因为它押韵了 它变平生 因此这个字要怎么样 要由平生改成怎么样 这 这 对不对呀 还记得吧 所以它是合乎 所以它是合乎 标准形式 好不好 慢慢来 这个啊 稍微信念一下 各位 就永远不会忘了 第二句 哪一个字 哪一个字 啊 C字 那么C字是该评 用平 有没有补救 没有 没有 有没有关系 没有 啊 所以 这个就是 平着呢 在这里是 平应当要自身 可是呢 它用平身也没关系 由这个就可见你 平着力 相当舒适 好第四句 传作 武汉 民小 进 有没有哪一个字 不和平这一个 啊 没有啊 这个传 应该用这 那么 可以不可以不管它 可以 好 也就是说这个字呢 虽然你会往名推 但是它平着都可以 第四句 合物隔离 平平 这这 这平平 标准形式 对不对呀 就是 平平这这这 平平 这标准形式 好这句呢 清风这句呢 合物平平的可以 好 平平这这 平平这 标准形式 好 第六句 他也是符合 也是符合 这这这平平平这这 自有 行 休 亚 腎 选 残 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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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句呢 第三次 第三次 第三次該怎麼樣 第三次也是最初 該 符合評測的嗎 好,我們來 好,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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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第二次問題 問各位 這八句裡邊 我們有説說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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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秩序没关系 像这样的话,四个身样他都用上来 这个是在杜如和他的祖父杜水人 他们可以说发现的这样的一个秘诀 请问哪几季四生闭患 各位观察一下 像这样有四生闭患的 是不是生前更美 用你们的耳朵试试看 三回水的旧家乡 一片城堂西子庄 传过武汉明晓界云入有运厌出阳 清风送上周朝路 自由行入雅信场 久了红尘仁势里 尽照共作武林行 好,我开始来,又问各位 你随便说 能说几句就算几句 说不出来 等一下我们念一遍,你再听一听 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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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啊 还有呢 第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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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句有没有入声 有没有入声 第三句 第三句 一片城堂西子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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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三句 有 第二句 第二句 那是第二句 你需要有二句 还有呢 第五句 第五句也有 然后呢? 第六句 自由行有养性场 然后呢? 第七句 九路红尘与人士礼 第八句呢? 今朝共筑武陵行 对不对? 很好 水 平散去入 入 去 散 平散 去入 入 这两句没有 那么 七 九路红尘与人士 过 去 入 五 所以八句里面有几句? 六句 一 二 五 六句 三 四 五 六句 六句 你看八句有六句 八句有六句 再来看还有哪一个啊? 躲在脚底下的啊? 一 七 六 二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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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詩是誰寫的啊? 吹你們要這樣吹 就是我寫的 前些日子啊 我帶一些朋友到我的家鄉 台南縣的烏山頭 山下有一個 有一片城塘 它形狀叫珊瑚 像珊瑚 就用千多公尺的 堤房 把那個山西的水 補起來 所以有一片城塘 城塘就有三環抱子 山與山之間一進去 又有一個什麼? 小城塘 這個城塘 小城塘裏面又有山與山之間 在深入進去 蔓延 像山谷的形狀 從空中照下來 像山谷的形狀 我這個 從小啊 就在那邊長大 有一次啊 和我表妹啊 在那邊 發船 兩小無猜啊 就在上面換座位 我們兩個都未有 只要傳一番啊 你們就沒有鄭老師 大概五十年 五六十年前就沒有 真是啊 太大了 實在太美了 這樣的地方 那個山 那個山的那個 裡面的小島 有 蔣金國 人家蓋給蔣金國的行館 那他 當然 就不去啦 因他死啦 不去啦 黨魁就常去啊 所以我常鋪鵬禮辦 在那個小島上給我 唱歌啊 有個那 船 祖法 中逢在裡面 前些日子 因為開個國際學術會議 我把一些海外的朋友 其中有一兩個好朋友 帶到這個 南部啊 也陪他們去 周遊山古坦 所以這首詩內就是這麼寫的 三回水 這舊家鄉 因為我十八歲就離開了 現在台北才是家鄉 因此說舊家鄉 一片塵塔西子莊 各位知道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妝牛魔 種香 這誰的詩啊 蘇東坡 蘇東坡把西湖用啊 這兩句寫來以後 沒有人再能寫得更好 你這西湖的美 一個輪廓一畫 你也想像一個美都有啊 我第一次到西湖啊 很熱切的去看西湖 是種下 我租來這個旅館 就在西湖邊了一個十六層樓 鳥看西 我寫來一篇呢 帶著很自然的情感 不像有一個大陸的民作家 是用擠出來的情感 我們是自然的情感 是種下的西湖 這樣一篇上 再聯合報發表 那我為山湖壇寫的文章 起碼有好幾篇 記憶中的起碼還有三篇 輸不知道多少所 這是最近寫的 所謂一片城塔西子莊 因為那天搭的船呢 是電氣船 所以說 一點聲音都沒有 滑動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水 這個激起來的水 所以轉過很明小的箭 整個 就好像在鏡子上面的這個 這個壇面 在滑動一樣 一流有燕 燕出陽 早晨的陽光啊 設在那個白銀子上 特別好看 清風送爽 周遭露 因為山環水澤 你這個船開進去 四邊都是 都是山 所以說 周遭露 清風送爽 自有心優雅現場 一些好朋友 酒落紅塵 人士裡 我們不是生活在台北 就是在北京 就是在什麼領約之類 那是 不一樣的地方 人士 今朝共作 武林行 今天我們好像怎麼樣 疑人啊 到武林去 探尋桃花園一樣 寫的是那一天的情況 我就在床上寫的 我就在床上寫的 我水師很快 你看用的運 憑哲力很鮮熟 因為我 已經 對憑哲力的道理 掌握很鮮熟 所以就 不是 你如果 硬要去錯合的話 就不自然了 可是當這隔離在你所中 你非常的清楚它的原理 你出來自我調適的那個 那個聲音 就不一樣 我要訓練各位 為什麼把你們當小學生這樣訓練呢 因為以前 你們老師呢 大概就是隨便說一說 也沒有說到 也沒有什麼 所以過來以後 你們也不知道 為什麼古人要這樣 光這樣一種 憑哲力的格式 我們中國發展了多少年呢 發展了一兩千年才弄出來的呀 不要以為 憑憑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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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 為什麼呢 他有他的道理 所以現在的心思 不講求這隔離 不講求這隔離 好 我們今天開始呢 來談 這個對偶 對偶分開一百六十而已 所以在中國補習中 運用對偶已屬常見 考對偶的運用 則 易先於音 然後 音域兼顧 其層次大約 有以下六個等級 第一 意義分量相等 第二 語言長度相同 詞性相同 第三 憑哲相擺 第四 名詞類別相近 第五 名詞類別相同 第六 詞句結構形式相同 好 這是當時我分析的六個等級 也就是說 這個 上一集的一定韓國怎麼樣 下一集 所以像第六集 詞句結構形式相同 有沒有韓國名詞類別相同 同名詞類別相近 憑哲相反 等等這些 有 要這麼看 這五個呢 是我歸納出來的 那 意義分量相等 也就是說 我們 呃 對我最初級啊 是從意義 你們寫上 有沒有常說 哦 從民進黨的看法 是這樣 從國民黨的看法 是這樣 這兩者就是意義分量相等 長短不一定相同 哦 淡寫都意義相同 哦 從東方的觀點 從西方的觀點 哦 哦 類似這樣子的 兩邊的意義相同 第二呢 就語言長度 哦 一個字一個音訣 所以語言長度相同 在第二個層次就必須講究 四言就對四言 五言對五言 像這個叫語言長度相同 詞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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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詞性相同 divers 是姿 每個字的詞性 詞性大概呢 呃 嗯 呃 就是 和英文差不多啦 明詞 動詞 形容詞 護詞 這一些 就叫字性相同 所以名詞不能對刀詞 形容詞不能對名詞 形容詞也不能對動詞 但是我們中國的語言 常常一個字可以包含各種詞訊 所以你要看看他裡面的真正詞訊是怎麼樣 第三 憑著相反 這就開始講聲調語 憑著相反 第四 名詞列筆相近 名詞列筆 各位再跳過來看 這一頁的倒數二數八 對我的工整程度 則依存於名詞類別 以詞句的構成形式兩方面 就名詞的分列而言 有天文類、食鏈類、地理、地名、公式、器物、衣室、飲食、文室、草木、鳥獸、形體、人室、人倫、人民、史室、方位、數字、原色、甘肢等 二十類 各位這二十類 你們怎麼記呢 你有空在家裡 自己把它抄寫幾遍 不必要印字 不必要印字 你把這些二十類的民族大概熟悉了 你在鑑定詩的時候 譬如我們也拿這一首來說 傳托武漢明小見 好 這個是民族啦 知性相同 主要在民族 武漢 武漢 這是民族 小見 這個見 這是他的新宿 這個元漢團 你想這是什麼 這是七五五 這是什麼 天文 所以他內別是距離很遠 特別距離近 像我們怎麼叫近呢 就是 套在一起的呢 叫相近 譬如說 天文實令 地理 地名 這四個呢 就是屬於相靈近的 就是說 眾史不同類 但是他相靈近的 相靈近的看起來就會比較空長 然後接著公宿 氣物 衣宿 飲食 文宿 這些和人呢 都有密切關係 所以公宿 氣物 衣宿 飲食 文宿 這五類呢 也算是一個群組 草木 鳥 獸 這是一個群組 草木 鳥獸 天文實令 地理 地名 這是第一群組 這是第一群組 第二群組 這是公宿 氣物 衣宿 飲食 文宿 這是第二群組 第三群組呢 是草木 鳥獸 因為草木 鳥獸 過多的 那群體 人數 人文 人名 史事 這是 第四群組 方位 數字 顏色 乾燥 這是 第五個群組 鄉民進的 叫聯隊 如果 同類的 叫公隊 其他 名詞 對名詞的 叫寬隊 記住這三個名詞 寬隊 只要 名詞對名詞 這就寬隊 林隊 就是 剛才說 那五類 鄉民進 叫林隊 公隊 就是 同類的 才能叫公隊 所以你們 把這個基礎 用好的話 將來你們去陝西 評論 作家 作品的技巧 技巧 水準的高地 就有準了 就有準了 因為 這可以看出一個 詩人的功力 你看 我用的這些 都是很寬鬆的 名詞 對名詞 而已 你看 這個 和 這個 也是普通的 名詞 相對而已 見 氣物 陽 是天文的 所以他們都是 名詞 對名詞而已 你看 清風 風 風和油 也是一樣 普通的 爽和油 這個呢 就屬於怎麼樣 爽和油 爽和油 屬於人事 人的感受 所以這個 叫公隊 這個 路和場 像路如果 同樣 顏色 或者方向 甘肢 它就 零對 顏色 對顏色 就很公主 所以我這個 對我 很平常 這首 詩的跡象 你們如果要評論的話 這首詩 在 生命上 是非常的 什麼呢 非常的 優美 嚴固什麼 可是在這個 語言的這個 對我 意象上 是比較 平常 你就可以 這樣 來 批評哪一個 哪一個文學家 都可以用這種 去分析 分析的方法 所以我們呢 如果啊 把它建構起來 對我的元素 對我的元素 剛才說的事實上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元素 一個字一個字的元素 那幾個 二十類 是單詞的元素 有公對 零對 和什麼對 寬對 寬對 可是呢 我們的語言啊 第一 我們必須要知道這個 是單詞的 單詞就是一個字的詞 單詞的類別 你一定要 弄清楚 第二呢 不足結構的類型 不足結構的類型 要能分辨清楚 要能分辨清楚 那麼像這個 就是一個 一般人都不講的 我會來一點工夫啊 把它整理出來 今天給各位講 我們就專櫈 付出結構的類型 如果 付出結構類型不一樣 這個結構也是公分 必須付出結構 必須付出結構 相同 才會 算是真正的 所以付出的結構 這個一般人都不列 第三是什麼呢 第三 是巨法的結構 如果不相同 根本不是對的 所以 好心 什麼的 看起來說 名詞對名詞 動詞對動詞 但是 巨法結構不一樣 不是對的 所以 我們來要補充的 是 這兩個東西 如果 不用 負音結構 不用 負音結構成 副詞 在語 語言答義上 便有 普通的摯愛 譬如 詩這個音 詩 詩語意 大幅相同 如果 不說成 詩子 老詩 便難以傳達 清楚的語意 這也是 我們介紹性命時 必須要說成 增我法的增 永久的有 禮義延遲的意 的緣故 否則 不知道要被誤作多少種寫法 好 各位你知道我的經驗 有草有意 有草水溪 都有 你們還可以想見 詞 雖然有一個字的單詞 如 山 水 花 鳥 也有超過三個字的副詞 如 小禮子 素枝兒 等 加瓷頭和瓷尾的複合詞 和一些 米音的副詞 如 不列編 俄羅斯 滇不辣 以及 一般四個字的成語 如 光字劍 一柱晴天 司馬難追 但他們 既然號稱 中語 就已經不是一般的副詞 副詞之結構 一般的副詞是指雙音節 也就是兩個字構成的副詞 這和中國語言 以雙音節為音無常態 有密切的關係 副詞結構以字音字意為基礎 好 各位現在可以了解 為什麼 我們七言書要唸 二 二 二 一 對不對 啊 就是以一個音部 兩個字 為一個音部 所以 故詞結構 也是 以兩個字為基礎 去這個原則 好 接著 一 一 以字意為基礎 做構成的副詞 有一些行詞 好 各位注意 我們的一個字 有形、音、音 對不對 一個字包含形體 形體 事實上 就是 這個 音和音的在體 形體不一樣 音、音、音就不一樣 所以行詞是個在詞 詞子的內涵是什麼呀 音和意 對 組合式不詞 即 量字中下字為主體 上字為修式語 彼此就主同關係 如 藍天、白雲、青山、綠水、紅花等 便是形容詞加名詞的組合 好吃、快跑、猛打、不捨、千看等 為副詞加動詞的組合 都好、惡扁、但不、勉強、真好等 為形容詞 副詞加形容詞的組合 也就是說 翻兩個字做形容詞、名詞或副詞、動詞或副詞形容詞 而彼此有輕重主重關係的組合 都屬於組合式副詞 這個一般呢 組合式的副詞 一般人只說到 民族和他的修術 像這個 白雲、青山、綠水這樣 但是事實上 那只是局部 我們在開發出來的 你看 除了形容詞加民詞以外 還有副詞加動詞 這個副詞是來形容動詞 還有副詞加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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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這個副詞來形容形容詞的 所以多辣這三樣 因為副詞本身就可以形容動詞和動詞 和形容詞 這三種結構 這種三種結構 它的主體 都是在 第二個字 所以第一個字呢 可以說是 副詞語 副詞語 就屬於這個主體的那個語詞的 副詞 所以可以說它是 修飾語 我們或者說形容詞 第一个字总是第二个字的形容词 这种结构有主层关系结构的 就是组合式的部署 各位 你们现在脑袋里面自己想几个 或者有没有办法 自己也一个一个用 形容词加名词造一个 形容词加动词也造一个 形容词 副词加形容词也造一个 给各位三分钟 等一下我发问 你们写出来 我来看看你们对不对 对不起啊 我又把你们当小学生了 但是这样的训练呢 会比较扎虚 因为这时候你们会用脑筋想 好 寒山 这个是寻楼子加名词 梦魂 这个是物质加动静 极差 这个是物质加行容词 100分 很好 这些行 这个行在这里啊 是动静 所以这个有问题 怎么样 也好 也好就对了 她要说 对 sack 对 没法 哎呜 黑吧 没 问题 好 这边啊 噢,高飛卡,所以神術,迅術是另外,迅暗術,能量,就在裡面 好,接著我們再看第二種類似 組合是何意附詞,但是如大門、艙舟、櫃貨、青樓、飛機、火車、飛碟、台端、閣下、天岩、朱榮、黎原等 其秘密都已不再是字面上兵竹組合的意思 而是已形成另有新指涉的內涵,以為公眾語言所習用 譬如,大門不再是大的門,而是指建築物最外面的門口 倉舟不是倉水中的商舟,而是隱居之地的代稱 貴魄不是指貴宿的魂魄,而是月光的代稱 青樓並非是青色的龍隔,而是指歌技的居處 飛機不是飛行機器的通稱,而是指人們所共同認知的 特殊型艇和功能的飛行機器 它與同樣可以飛行的火箭、太空梭等並不一樣 也就是,副詞雖是兵竹關係組合,但已失去原意 而將兵竹兩字合成轉為新秘密的,即稱諾 組合式合意副詞 各位,你們有沒有發現,我舉了很多例子 緣故是這個呢,是最麻煩的 也就是說,表面看起來,它有組從關係過程的故事 但事實上它已經,兩個字結合起來 它,產生新的意義,產生新的質變 凡是合意副詞,都有這種現象 而我們中國語言偏偏,每一類型都有這種 這是一般所副裂的 我是從許多詞典裡面去研究,才歸納發現出來的 因為我總覺得,這個副詞結構如果不管弄清楚 做隊員,或者運文學,或者是我們文學的欣賞 都沒有一個堅實的基礎 所以我花了一些時間呢,就這樣呢,加以分析 所以這些列別啊,縱使和別人文法家有重疊的地方 但是絕對和我不會等同如一的 所舉的例子也不可能一樣 因為我是用過古今的 好,像這種組合是何以不辭 我們未來要時間快一點 希望各位回去的時候 你再把這個講義讀一遍 就用腦筋自己也在那裡試驗一下 下個禮拜呢,上課以前 我再把你們的心得再點出來 否則在這裡浪費時間不好 好,接著 同義式副詞 同義式副詞 由兩個字義相同或相近的單字所構成 如美麗、偉大、快速、思想、方心、戲劇、蒙古、典範、 關於歌謠、劍狗、流霍、產生、角色、嚴謹、虛膩等 這還是因為單字語義有識難明 加上一個同義或意境的單詞構成副詞 語義就容易明白 譬如說 他很利 他很有思 他閱讀很素 人格偉 花木心 皆不知屬云 但說成 他很美麗 他很有思想 他閱讀很快速 人格偉大 花木芳心 語義就一清二楚了 就是還是因為怎麼樣 因為我們的同義字太多 同義字太多 腸胃在語言裡邊不能夠容易傳達 所以他的補助的方法 就要附加一些東西 而加上一個修飾語是一種方法 把加上一個意義相等或者相近的來強化他的意義的也是一種方法 像這種兩個字呢 你看 煤和利 為和大 壞和素等等 他的語義的分量都相等 所以這也可以說 聯合式的同義物質 兩個字對的 聯合的 聯合就是對的 好 這是一種 這種很容易 這種 我想各位啊 你比如說 仁義 對不對 道德 等等的也都是相類似 好接著 同義式 何以赴詞 但是 像風月 花柳 台閣 侍夫 江湖 巡撫 宰相 的詞 雖彼此 自以相類似 但一般用語 已失去其自孽原意 而何從轉化為 男女浪漫戀情 男人以瑕疾而得的疾病 政府之中樞 知識分子 流浪漂泊之所等心意 凡此為之 同義何義赴詞 所以呢 像這個 花月花柳 它意義分量相等 是聯合的啊 但是它已經不是說風和月的意思 也不是花和柳的意思 而產生了一個 新的意義 所以這兩個字就密切結合在一起 產生了新意 凡是何義不止 多有類似這些 而這些呢 也常被顧列 好接著 反義式副詞 對同義副詞而言 反義副詞 即是由兩個字義相反 或大抵相近的單字 所構成的副詞 如 是非 滋素 養俗 善惡 美醜 聖衰 聖百 生死等 這樣的副詞都保留字義 正反兩面的意義 彼此對應 是語音明白清楚 對 像這樣兩個字 意義正好相反 正好相反 知數就是黑白 雅俗 善惡 美醜 這個都還保留它的原意 但意義是相反 我們就叫反義式不詞 這個詞會用上來 是兩方面的本義都存在 可是下面就不一樣 看看 反義式合義副詞 但是像為人屬事要懂的尺寸 台北到北京遠近如何 此人輕重如何 一切歸諸造化 定要見個高下等 其中尺寸 遠近 輕重 造化 高下 都已經合為一體而轉變為 分級 距離 分量 自然 輸贏等輕易 凡此 則未知 反義式 何以辅辭 你可要的分寸 分寸處寸都一樣 類似這樣的 它不是分和寸的意義 不服氣的話 筆劃筆劃 建個高下 那高下不是高和低的意思 高下就是 不是泥書 就是我贏啊 這樣的意思 台北到北京 遠近如何 遠近就是變成距離 像這一些啊 就是 反義式合義副詞 接著 說反義 反義的副詞有三個例子 接著還有第三個 反義是天日副詞 在反義副詞中又有一類 如雙弟 亦同 去來 增損等 都只取其一半之意義 另一半則不取 一己以上諸詞 但為地 亦去損之意 如兄弟來到會保地 其間由何一同 去來無心 有所增損者然 好 那個 兄弟 就是地的意思 如果說 你家有幾個兄弟 按理就說 你有幾個弟子 你家也有幾個弟兄啊 弟兄那就是 哥哥弟弟幾個 這是一種習慣用 弟兄就是有弟有兄 但是兄弟 那個兄的意義就沒有 就偏 這叫偏與不及 高等動物與低等動物有何一同 高等動物和低等動物當然是大不同 所以 義同就是義的意思 這一題 以前初在大專頁考 常常高導很多人 硬要是同在哪裡 其實義同就不同 但是呢 一般人就不會 筆的精實 我們初中作文題目啊 那時候 這個 國文沒寫幾篇 就 出了一個題目 筆的精實 古人是用毛筆 最早他用竹籤沾這個 現在用鋼筆 用原子筆 說筆的精實 精實就 筆的那個歷史的演變過程 那我們都說 今天 習就是昨天 筆的今天 昨天 都搞不清楚 初中的學生都搞不清楚 那精實是什麼意思啊 是何以不及 何以不及 好 反義是 偏義父子 所以他偏那一偏 歸去來西 是什麼啊 你又回去又來 是什麼啊 台灣民寫歸去來西的時候 是歸去還是歸來 世上是歸到家 去來乎先 就是去無先 偏義父子 但是歸去來西 如果在他做官的場合 就是歸去的意思 在他心裡的向往 那是要歸來 所以只是偏 偏義父子 不是又歸去又歸來 那只好站在歸途的中間 全顧後半 好 接著這個也很重要 一般也常常顧慾 來 子句是副詞 子句構成的副詞又有兩類 其音為主與術語構成者 如山青、山壁、鳥語、花香 其而為動詞、送詞構成者 如讀書、愛國、穿衣、戴帽等 各位注意 這個句子 我們中國的語言句子結構 有時候很簡單 主要有一個主語 主語 各位知道 句子的結構有四種語言 一種是主語 藍牢 藍牢是怎麼樣 豆子 還有呢 塑子 還有這個什麼呢 杜石 還有一個是素餘 素餘就是素餘可以用各種看態 大態呢 所以子劑的結構不外乎是 最簡單的子劑結構就是素餘加素餘 或者是動詞加素詞 這是最簡單的子劑 子劑就是等於一個負詞的作用 而這種子劑在運文學裡邊是常被移 剛才我們所舉的例子 前邊山青水壁鳥魚花香 山水鳥鳥花都是足語 而這個青壁都是形容子 魚香都是名字 但是他們都做素餘 都做素餘 其他動詞受詞的過程者 讀書愛國對付對象 所以書國一那等就是獨愛穿戴的受詞 像這種子劑的負詞結構 這個子劑事實上已經被當作一個負詞運用了 注意它是被當作一個負詞來運用的 好接著 子劑事何一負詞 有些動力結構的子劑事負詞 已轉變自滅意義 而已身為另一新意 如掛鉤、翻身、解謎、支線、平章、起言、下地、拔河、 窗中撞幅、是戴照、架崩、物化的 這種合一負詞 反正合一負詞 就是形式是主句 但是它字面的意義又消失了 產生另外一個新意的 就叫做合一 比如說掛鉤 這個 柯P和民進黨掛鉤 這個 翻身 哎 窮人翻身 那窮人要翻身很容易 但是這裡的翻身 就各位都知道不一樣 姐儀 主要把這個嘴巴勒開就叫姐儀 但這個姐儀是什麼 令人會意的微笑 或者是什麼 都叫姐儀 那知縣 本來就了解這個縣的證物 但知縣在這裡是官啊 屏章本來是批業作章 這個屏就是批業的意思 那被人宰相啊 起言怒 起言就讓你好笑 所以起言 也是心意意啊 下地不是走出你家門口 這叫下地 而是怎麼樣 科舉 考不上了 考試失敗了 拔河這兩個字啊 出現在古書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拔河 拔河原來湊成什麼呢 和平的河 我把它糾正 叫拔河 你看拔河一天到晚 人家拔河是誰啊 就是樓附 我經我這樣一改 上下紅都空了 我相信拔河 絕對我這樣解釋 沒有錯誤 這古人 民間好寫錯字 好寫錯字 我常說 錯在哪些啊 各位還記得沒有 從這個什麼啊 陰 都是從陰和義 陰同陰淨的而變 陰同陰淨的而變 就是 我常舉的例子 乳肉飯 寫成怎麼樣 雞蛋的蛋寫成哪個蛋呢 寫成這樣蛋 連雜劇的骨兒 陰同陰淨而變 何不 然後就行 這個在錯誤常在行 就行淨 行淨 而變 行李貼近而變 或者還有呢 審文的而變 審文就是寫簡體做 比如說這個古華的圖 自古以來大家都搞不清楚 我把它考察出來就是這樣 你啊 在元代的民間文學的書 都寫成這樣 在審文 再審一審就好了 王國偉說的那些書 天花爛罪的都錯誤 這個就是審 那行淨 行淨 審可 審籠 審刀 這個都列成什麼 行淨 對不對 審賀 審 這是行淨 這個形頭寫成這個形 又念錯 形頭就是什麼? 形子就是穿戴的衣服 演戲穿戴的那些人穿的獨裝套製 形頭是一件獨裝 類似這些的也都和這些語文有密切關係 下面的就是另外一個類型 以字音為基礎所構成的複詞 所以複詞的構成是由義和音兩個基礎 類型 我們讀書做學問最重要的就是提綱切領 能把那些抓住它的綱密 你有系統化 這種字數才是完整的 這樣的字數才不會忘記 但是不會紛亂我們扶持的結構 也是在這樣處理出來的 下禮拜我們再講 各位回去把我們今天說的 再自我誤詞一下 花個半個小時 就湊湊眼 你知道 你 你就會放在心裡面 這樣 這樣的功夫一定要有 我已經把它整理出這樣給各位 然後我們再講一個更複雜的 那就是這個巨法的結構 英文學 常常誤解 都是因為巨法結構掌握不清楚 英文學之所以可以多一 也因為它可以有不同的巨法結構來解讀它 所以它會有多異性 但是在這個多異性裡面一定有最好的 也有可以說的過去也有錯誤 所以爭論就常常在這裡 我們再拿一首最難解的詩 《錦摄無端女》是學 把這個都學會了 你來解《錦摄無端女》是學 就易辱反長 不會天花爛醉 不會意識亂流 古人把這首詩起碼有十一派說法 就是因為這些人 我們看清楚 我們拿最正確的 那什麼是最正確的 就是正確的理法結構 所以這個也比較難一點 雖然《錦摄無端女》 距離有一點 可是各位中文系的人 但是把這些都學會的話 你們在對人 那就掩飾高 將來有一天 大家一起在那邊看這個隊伍 哎呀這個好 為什麼好 你就可以說了 好 作廂